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油馍头 首先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碗中打入一颗大约60克的鸡蛋 再加入3克盐,3克酵母粉 然后加入240毫升的清水 面粉和水分的比例大约是1比1就可以了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搅拌成这样粘稠的面糊 盖上盖子,饧发至2倍大 面糊醒好后用筷子左右翻拌 给它排一下气 这一步千万不要花圈搅拌 以免影响成品的蓬松 锅中烧油 油温烧至6成热的时候 用勺子舀入适量的面糊 高油温下锅 面糊会立刻鼓起大泡 全程用中火慢炸 中间我们用筷子勤翻弄一下 确保受热均匀 一直炸至表面金黄就可以控油出锅啦 这样做出的油膜头外皮有一点点酥脆 里面非常的蓬松暄软 虽然是油炸的 里面一点也不油腻 早上吃的时候再配上一碗小米粥 真的是太香啦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多谢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